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说为大家邀请来自于台湾各个不同的地区 然后可能各个不同的政党的青年准备要参政的这些 应该说你参选人 入政的年轻人 对对对 来自于不同政党或他来自于不同政治理念 这些青年的参政青年政治工作者 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畅谈 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些政治理念理想之类的 那也欢迎在网路前面的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可以来跟这些年轻朋友来提问 不用害怕 各式各样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问他们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想要台湾青年入政 就是要为大家邀请来的是这个 来自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的这个国会立法委员的林昌佐的特助 林亮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林亮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林亮君 那亮君是不是可以 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想象台湾 我想也是请亮君来跟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你谈一下你的背景好不好 也谈一下说你是跟这个参与政治的一些观点这样子 目前我是担任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林昌佐的特助 那在加入时代力量之前 我在2009年大学的时候 在台北市议员检验办公室担任助理四年 那担任助理四年之后呢 我就认为说其实还需要更加的精进 后来就考取这个法律研究所 那在研究所期间也参与多非常多的社会运动 包含罢免吴玉生的行动 318学运 以及导国前进的发起 也就是下修这个公投法的门槛 那参与这些社会运动之后呢 其实我发现所有这些社会运动的诉求 以及台湾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都还是必须回归到国会 回归到议会政治来解决跟处理 所以我希望能够投入 明年2018年的台北市议员选举 能够将这样的力量从体制外 从社会运动带进体制内 进入地方来进行一场社会改革 是 那其实刚刚亮君的 在介绍你的背景里面 我觉得已经很清楚 亮君是这个清大科法所的硕士 那所以是具有这个法律的专业背景 这样子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过去你提到说参与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 包含这个宪法133 这个罢免的运动 罢免吴玉生 然后也包含了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318的学运 太阳花学运 大家这样子称呼嘛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请教 这个亮君的部分就是说 因为其实从你的这个经历看起来 你很早就参与到不同的政治运动工作了 算是很早出道了 算是同心就出道 同心的概念 所以很早就参与政治 我其实很好奇的是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对政治有启蒙 还是说为什么对这么早的年纪 很年轻19岁左右18岁 就想要去参与这些公民运动 应该说某一部分也是深受家庭的影响 我爸妈算也是深绿 非常深绿 深绿 对 有到默律吗 他特别感化了 也没有到那么默 那个好像对 然后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家庭的背景之下 确实从小也参与过很多游行上街 所以你会开始知道说 有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表达诉求 而不是只有透过单方面的 譬如说媒体告诉我们 有另外一种方式是 你可以走上街头 你去表达 你去告诉上位者你的诉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 也是家庭教育的影响 那一直影响到 其实我在校园里面 在高中 甚至在大学 也曾经就是有做过 比如说担任学生会等等的 这些工作 其实也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 我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 那在高中毕业的时候 也是一个因缘际会 能够进入到市议会担任助理 那在这期间就参与了更多 更实际的选举的工作 或者是政治的工作 那在这当中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是以前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看不到的 所以才会在想说 那是不是再更加精进念 法律这个部分 其实非常多政治 其实法证 其实是非常相关的 那所以就是才又去念了 这个法律硕士这样子 是 是 是 不过因为你提到说 你家里面的关系 家庭的背景比较偏绿的嘛 那也可能就跟着家人耳濡目 暮燃之下来的 不过至少不是正二代嘛 不是 你家不是重振 有的人是打重娘胎就重振了喔 你应该不是吧 不是 不是 对 那所以说算是也是耳濡门 我听你讲说十九岁就进入到 这个检院院议员办公室 怎么高中刚毕业 就会直接想要进去 这个办公室里面当助理 那时候就是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 但我尽量长话短说 就是我妈妈跟我 其实我们都非常常常听 深绿的广播节目 那当时有一个广播节目 非常有名是快乐三口祖 那当时这个节目 就在这个节目呢 然后认识 就有网络聊天室啊 就认识了我们这个宜燕姐这样子 那那时候就觉得 有一个年轻人 就觉得很新鲜 就问说那几岁啊 那现在在做什么 就说我高中才刚毕业 正在等大学开学 那他就说那有没有兴趣来打工 那所以我隔天 他就邀请我 隔天是不是能够进市议会 我隔天就进市议会 然后就开启了四年 进入政治场域 对 所以这个算是真的是 很早就进入到政治场域 不简单啊 因为高中毕业就进去了 对 那当然不过跟打从娘胎就进去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这样我一直讲很酸 那不过品兰你 你有没有觉得说 像他这么年轻就要参与政治运动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今年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刚好我们Times的年度风云 2017年 2017的年度风云人物 这次不是个人 是一群女性 一群女性打破沉默者 对 A silence breakers 那我想要请问亮君 同样身为女性公共倡议者 然后你现在要成为 即将要成为一个暴露在公众视野下的 政治工作者了 那一开始从您的经历也非常的 同心出道走了 很远从民进党时任市议员 简余晏选思议的身份就下去辅选 将近十年了 也参与了立委的辅选 要下去拜票 然后各种大小事都要参加 一直到现在加入了时代力量 想要请问亮君 作为一个女性的公共推动者 或是说政治工作者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或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扰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有遇到歧视的状况 你觉得 各式各样的 你可以跟我们谈谈吗 好 其实首先我必须说非常幸运 因为在当时加入 简余晏系员办公室的时候 其实余晏非常照顾女性 以及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团队 也几乎都是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幸运的 那么所以在这当中 也并没有特别遇到 有关在职场上 我们常常遇到男女不平等 或者是有歧视等状况 我觉得这个我非常幸运 我非常感谢 那你在拜托的时候 如果有阿伯说两人要吃手的 两人要吃豆腐啦 你干杯我笑一笑就好 你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握手的部分 当然我们都是保持距离啦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也会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那也是就是展现我们的亲和度 但是某种程度 其实确实女性在职场上 我们不要说公共倡议者 其实在职场上有非常多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应该是说整个大环境 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影响 对于这个两性的观念会有稍稍的不一样 所以对于男女的平等 其实还是需要再加强的 要不然我们看到在国际社会上 国际影视圈这么多的女明星 都出来倡议这个MeToo的运动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大的结构问题 在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之下 包含现在最近Google也被控诉 说这个男性的升迁跟薪水 都比女性还要高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那么在台湾的教育之下 我相信还有很多 更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也需要建立一个 让就是这些可能被骚扰的人 他有一个比较安全感的投诉方式 或者是自己也要从小 我们学校也可以从小进行一个教育 如何能够保护自己 也让不同的异性 能够尊重彼此的身体自主 像亮君提到学校 刚好就今年轰轰烈烈 亮君也是中山女高的校友 中山女高校友 对 不仅仅是中山女高 光是台北市 内湖高公也有发生性骚扰的案件 那立军即将要成为市议员了 不晓得立军在这个方面 你有没有关心 或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在你未来 想必您祝福您一定进入市议会 当您进入市议会的时候 这样的议题高中生在校园里面 我们职场一定是有的 那校园里面的这些高中生 身为中山女高的校友 你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做法 已经在你心里已经形成了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你将来要怎么具体一点的时间 其实在校园里面常常会遇到的状况是上下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可能是老师跟学生这样子的状况 非常多的 相对下权力关系 对 权力关系 其实非常多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学生在这么小的年纪 然后又是在校园的环境当中 其实他会非常害怕去告诉别人说 我可能被哪个老师怎么样 或是被谁谁谁怎么样 其实他是非常害怕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害怕 其实某种程度可能也是源自于 整个校园环境 譬如说我们在上辅导课 或者是健康教育课 没有给他非常多的安全感 其实我觉得这是安全感的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子的安全感 跟一些投诉的管道 或者是让他能够说出 他如何如何被谁如何 这个管道的建立是重要的 而且也必须在 尤其是校园环境 在这么小的年纪 必须被重视被落实的 你说到投诉管道 很重要我也认同 那不过现在因为 大部分的 不是大部分 现在所有的学校 都应该要适合性评论 是 那在做裁决的时候 或者是说做这一些评断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发现 可能往往会对于学生相对 因为你提到权力关系 那所以在这个组成里面 可能有时候 反而做了一些决定决策 是不是还是会对 这个学生会不利 而且不只是学校里面 比如说像内湖高宫的那位老师 已经寒宋教育局两次 都被退回来 这是一个整个结构的问题 这跟台北市教育局有关 那当然就是市议员的职权 那再来亮君也担任过 也组过师大学会的学生会长 那除了新府市其实学校都有设立 管道现在就有了 想要请问亮君 有没有什么除了在 因为你已经即将进入体制了 体制内的管道其实都有 但是学生仍然害怕 那你从事过公共运动 你组过学会 你即将成为市议员 你服务的可能是全区的选民 以及女孩子们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 更具体的做法 可以另外提出呢 在你进入体制之后 刚刚有提到这个性评会的组成 那确实性评会的组成 确实一样有可能再度重演 性别议题的性别不对等的关系 或者又是上对下的权力关系 所以在这个性评会的组成 就必须重新去审视 是不是假设在校园的环境当中 那么性评会的组成 是不是要有适当比例的家长 家长会等等 外部的委员能够加入 尤其其实家长 对小朋友来说 那是家长 那是他唯一他可以说出真话 他爸妈不会觉得 小朋友在说谎吧 所以我认为 能够让外部 更多外部的委员 进入到这个性评会 才能够完整 在让发挥这个性评会 真的有性评的概念 而不是只是我们 比如说女生要几分之几 那如果都是老师呢 那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还想继续请问亮君 其实我们现在总统已经是女性了 蔡总统 但是我们在整个体制 在整个结构之下 他还是我们不要说蓝绿 他还是在男性 我们也不要说老男还是少男 老男 跟超级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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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 男性居多 我们不认意说 他有什么样的欺压 不认意说 他是什么样的不平等 光是在性别比例上 他就有一点失衡 那不知道 亮君成为一个 即将成为一个 女性的政治工作者 你有什么样的主张跟见解 然后对这个整个结构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这个两性不平等 或者是两性比例不均的状况之下 确实在传统的政治观念 确实常常出现 我们也确实看到许多 相当优秀的政治人物 也是男性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非常多年轻的 终身带的 非常优秀的政治人物 也都是女性 那么在这一次 2018年相当多要出来 投入地方选举的 这些年轻朋友 也非常多都是女性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 这样的状况会改善 我非常就是期待未来 像是比如说 您是中参选区严若芳的 算是师姐 我论别的没论回 你是先进入检营院办公室做助理 然后她现在才进去 那她跟你的形象非常像 她现在在念政大法律 不晓得 你会不会跟她一起吸手连线呢 会不会一起往前走 全部的女性赞成一排 包括我们线上有非常多 非常优秀的女性试园 你们要如何联手呢 你们在下一波选战里面 你们要竞争又要往前走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必须说一下 就是若芳姐其实早在 我大概两年前 她比较早就进入检营院办公室 她是师姐 我应该要叫她学姐 对 我应该要叫她学姐 那么确实在这样子的职场环境里面 其实我跟若芳都是非常幸运的 都是在一个女性比例较高的工作环境里面 那么在台北市议会也相当多的女性议员 那针对性别议题的部分 我想女性议员在这个部分会做更多的发声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责我旁贷的 对 不过我想说就是性别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尤其现在当我们打破了就是说 这个性别当中 尤其参与政治 大家都知道过去女性是没有投票权 甚至没有参政权的 那好不容易经过很多年很多年 将近一世纪整个这个奋斗之后 其实好不容易在性别的包含参政的比例上 还稍微有一些提升 那我觉得当然性别看起来 目前应该是个重要的议题 不过我觉得更重要其实是 不管你是哪一个性别 来自于哪一个性别 甚至跨性别的 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人物 是 可是重点是在于你成为政治人物 你的政治理念跟政治价值 是什么 我觉得才是重要 不然其实有当女总统 你也可能还是永远觉得说 劳工是你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那也不一定吧 可以啊 当的肋骨变超软 软到不行 那其实全世界 当然蔡总统也有上过这个Times杂志的封面 那你刚才有算台湾之光 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年在纽西兰有产生最年轻的一个女性的总理 来自工党 是 工党的领袖 那他才36岁 37岁 就当了这个国家领袖 也是女性 可是很结束 可是他 从他上任到现在我们看起来 他蛮维持他一贯的理念 推动他那个左派政党 想要推动的一些政策 不过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在于性别 应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但他不会是全部 当然了 是是是 那另外一个我想要再请教就是亮君的是 其实我们知道你代表时代力量 那其实这个礼拜我们国内 台湾国内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 公投法三读通过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亮君来跟我们谈一谈 因为公投法三读通过了 可是时代力量的版本并没有通过 可不可以来谈一下 时代力量的这个版本的理念是什么 好 这个部分是主要我们跟现行法的差异 那我前面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在导国前进的时候 我们就针对公投法的下修门槛 进入非常多的倡议活动 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门槛的下修 那么在这一次的修法 确实也将门槛下修了 那这个部分 其实所有导国前进的制工 那么以及时代力量 我们都感到相当的欣慰 在这么长久以来的路途 这么多的公投 台湾已经做了几次的公投 那终于到现在 我们能够将门槛下修 让它还权于民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欣慰的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板子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时代力量版本 跟目前现在三读通过的条文 还是有差异 那这也是我们时代力量 在这一次修法最大的遗憾 那以及对我们民进党政府 有一点点不解哦 我们来特别来看看这个 highlight的宪法修正案之复诀 跟领土变更之案例 跟这三个特别不一样的 以及我们三读通过的是宪法 规定之外 其他 这个红色highlight是 跟我们现在过三读版本是不一样 是不是请亮君来再为我们说明一下 时代力量 为什么会提出这三个不一样 这三个不同的倡议的 主要核心价值在哪里 是 时代力量一直以来 尤其在创党党纲里面 其实我们也不断地在强调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能够建立一个正常化的台湾 所以在这个重要的公民投票法里面 我们提出这三条有关宪法修正 领土变更跟新宪法的制定 那大家知道在台湾跟中华民国之间 其实存在非常多的矛盾跟荒谬 那么以及台湾 甚至是中华民国跟中国之间 到底怎么区分 以及雇有疆域等等 非常荒谬的法条文 都还存在于我们的宪法里面 那么以及未来有没有可能 有新的宪法制定 这都是在台湾迈向正常化之前 非常重要 应该要将这样子的权力 能够让交给我们所有台湾的人民 来进行复决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 这个三读通过的条文里面 它写一宪法规定外 其他 它这个部分其实保留非常多的弹性 以及解释空间 其实它这个解释空间 就是留给 那我们想要再请教贵党 时代力量 因为现在已经三读通过了 那你们的核心价值是 还是要国家正常化 请问你们下一步 有没有下一步行动 或者是就这样 就大家这样 手银呀鬼 事实上 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推动 有关台湾国家正常化的部分 那公民投票法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那另外 促转条例也在 前几天也已经通过了 那在这汤中 其实也包含非常多的转型正义 那转型正义呢 其实也是台湾迈向正常化 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也是非常重要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里面 有太多权威政治的压迫 需要被解决 所以在时代力量 虽然目前我们真的息次比较少 力量比较小 可是我们在推行我们的理念 迈向国家正常化的力道上面 我们绝对不会减弱 我们都能够体现在我们的法案里面 所以在促转条例上面 在转型正义上面 我们也会持续努力 是 不过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公投法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版本 要通过这个三读通过之后 他讲依宪法规定外 也就是说其实民进党他在 对于这个公投法的思维里面 他很执着在于说公投法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程序法 是 那可是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包含这个国家主权 就不能放在公投里面 是 宪法的修正 甚至要制宪 甚至你在这个国土变更 疆域变更 他都觉得这个是你的宪法的范围 你不能放在公投里面 甚至我们可不可以讲说 我要修改我的国旗国歌 然后公投 就像纽西亚一样 要选哪一个国旗 可不可以 这些都不行做 看起来目前是这样对不对 我必须说 这个人民自觉的概念 其实在国际上 已经不断的被使用了 那么民进党推这样子的条文 其实我们还是感到相当的遗憾 那么你民进党政府 我们现在在这个台湾的正常化上面 没有办法去发声 我们去忽视 或者是去刻意回避台湾 这个目前还是一个不正常的状况 我们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还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蔡英文上任之前 在竞选的时候 不断的强调 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 那但是我们在他们 所提出的条文里面 其实是没有那么清楚看见的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 未来民进党能够在其他法案 或者是在其他政策上 能够继续的朝台湾 迈向正常化的国家 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提问 他们你们现在 时代力量称为小绿 大绿小绿的进合 投入选举要怎么拿捏呢 那亮君也有提到说 其实家里是深绿出来了 不过现在亮君已经移动到了 时代力量 我们就看到这些公投法 你看看 大家民进党有这么大的差异 是 欧涵是在前一阵子 这个一力一修的修法里面 我们也看到时代力量 苦战变战神 站的 站的 站的那个 不是那个 站的那个 对 所以这个大绿小绿中间怎么进合 其实我们大绿小绿的 其实核心Core的价值是非常相近的 那不晓得时代力量 有没有想要再把柄做大 把柄做大去 我们不是自己一堆人强来强去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跟主张 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看这个怎么拿捏 对 你们在政策上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是 时代力量其实它是 所有这个公民社会运动的延续 这个力量的延续 所以时代力量 其实非常多的组成成员 是从社会运动出身的 是 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深知社会 目前有什么问题 那么也参与过很多社会运动 那将这样的力道 能够带进去地方议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 那在传统的政治底下 可能像以前民进党 当然是比较久以前 确实也是学运出身 那但是可能在后面一点点 就已经不是那样的状况了 但是时代力量 确实又是一个 我们社会运动的组成 所以希望能够将这样的力道 能够带进议会 事实上我们很多学长姐 也现在都加入民进党 甚至在府方 以及党部各个地方 新时代的年轻的 25岁以下 25到30岁之间 也非常多的人 进入到民进党 我们想要请问时代力量的是说 我们不要自己人 再这样抬来抬去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往中间一点 大家不要往内互打 有没有什么样的主张 跟具体的做法 是我们再把这个光谱 再往前蓝移一点 如果我们只说蓝绿的话 再往 再多抓一点 把柄做大一点 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价值主张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是不是请亮君再多谈一点呢 好 大家可能对民进党的想象 其实是比较 已经开始有新宿一个固定的想象 但是其实对时代力量 像是什么样固定的想象 但时代力量还没有那么明确 对民进党大概是什么样固定的想象呢 大概就是以前就会变比较独 比较独派 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有一点点慢慢往中间 民进党现在看起来不独啊 是啊 对 你看光头发 收到这样不太像是独派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就是差异的存在嘛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跟民进党之间的差异 现在可能已经没有 民进党很独的这个差异 可能还要几样是多说点别的 是 所以其实它就是差异化 那么以及民进党 什么样的差异 这么多 创党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它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政治包袱 对 那相较于 剩下率没有独 那相较于时代力量 其实时代力量确实是比较少包袱的 那身为 所以你们也不主张才选 我们认为这个台湾国家正常化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在所有的法案里面 也都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核心价值 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是 那我们非常多的这一次投入市议员的选举 我们时代力量的新人 现在其实对地方朋友来说 都相当是相当新的面孔 可能大家也非常的不熟悉 很期待你们提几期 对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都非常的努力 那在台北市 我们目前是希望能够尽量一区提满一席 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已经开始暖身 那也开始希望有一些更多的地方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选民认识时代力量 认识我们这些新的人这样子 那像这个我想时代力量的大绿小绿这个差别 我想大家都会去关心 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说 大绿小绿的差别还是要从你们提出来的证件主张理念 再来回过头来解释到底大家差别是什么 那像是这个其实最近我们要最后要谈一个东西 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礼拜六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这礼拜六12月16号要这个罢免黄国昌的这个投票 对不对 那关于这个因为黄国昌就是贵党的这个党主席了 那对于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亮君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看法 好 在之前参与过宪法133实践联盟罢免吴玉生行动 其实当时黄国昌也是发起人之一 那么当时我也在这个联盟里面一起参与这个罢免吴玉生的行动 那我认为从这次的罢免活动 我认为必须正向的看待 这次罢免门槛的下修 它其实是让国会议员必须更加的谨慎 在他所有的立法的法案 他必须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么会有人说那这一次是不是实在地让自己修法 结果拍到自己 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的修法 或者是这一次的罢免 其实应该要用非常正向的来看待 我们非常感谢选民能够让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 告诉大家 黄国昌委员在这两年 我们实在力量这两年 在立法院推了多少的法案 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机会 能够在这个四年当中 我们还有一次 算是一个其中考的感觉 对 所以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非常正向来看待的 所以国昌的口号其实也说了 让我们再赢一次 所以也很希望新北市第十二选区的选民 能够在这个礼拜六能够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黄国昌 那来检视我们也给时代力量一个鼓励 那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在这两年的过程 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机会 能跟选民来报告 其实我们是非常 以一个非常正面的角度来看待的 对 刚刚其实也有一个网友提到说 他说青年要从键盘关心政治到实际参与 投入政治竞选 那从你自己的经验 你对于有意入政的这些青年 你又没有什么其他建议 其实我自己也在学习 对 还在学习 那但是其实会有一种 要像亮君一样学十年 还要继续学 其实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是当你从键盘上面 从PTT上面走入地方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 其实地方的声音跟湘明的声音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落差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 就是到底其实社会上 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而怎样的声音 能够让大家尽量的 都能够争取到大家的学义 所以这个是 其实我也还在学习 我也很希望 新的要投入政治的朋友 或者是要关心政治的朋友 也能够都能够一起来学习 对 不过作为一个勇敢的政治人物 或一个要准备 勇敢的台湾路上来 一个要勇敢的即将参与政治的政治工作者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说 我们怎么如何把我们的理念带给民意 因为常常我们觉得说民意怎么样 当然要倾听民意 可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 应该是要有一个价值选择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是 那有这个价值人来带领民意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办法多问 多考问到亮君 我们很想跟亮君多聊 所以还是很希望之后 如果后续有机会 因为明年还长嘛 2018 还有很多机会 还可以再邀请亮君 来继续跟我们多谈一谈 他进一步对于 比如说台北市政的一些理念 他的政见这样 那我们今天 想像台湾青年入政系列 我们今天先在这边到一个端了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